做得也太好了吧 这个做得真的好 有名字 你在这儿 你在这儿 安排名的 安排名的 怎么了 W来了 你们来了 我的包裹 还不错 到现在 是不是还没有猜出来 我的三个线人 是谁 没关系 因为除了那三个人 我也在你们当中 他也在我们当中 他也在 你们 就一起猜吧 游戏 就要开始咯 你说 把这折腿毛的 我就好 没关系 嘉 秀 Sciences 就是除了那三个线人 连他也在我们当中 有一个人是W 也就是我们有四个怀疑的对象 但是他刚刚说W是不知道这三个人的 那三个人也不知道W是谁 不知道 刚才W发来了挑衅的视频 他本人也在你们识人当中 所以今天W阵营有四个人 W和他的三个线人互相并不认识 但是三个线人彼此知道是谁 这个放满宝物的房间就是我们的验证区 你们将根据今天的排序依次当选健保师 不容易 我不同意 我觉得他疑点太大 当选健保师的人 可以从其他成员当中挑选一人 作为健保助理 所以凯哥肯定是个坏的 你还选他 都是坏的 验证开始之后 先由健保师进入验证区 对三件宝物进行鉴定 并且留下两件 淘汰一件 之后由健保助理进入验证区 从剩下的两件宝物中再留下一件 淘汰一件 每一轮的鉴定 如果剩下的是一件真文物 我们全场是亮绿灯 如果留下的是一件假的宝物 会亮红灯 同时 这一轮的健保师 会获得一个特权 可以验证场上 任意一名成员的真实身份 Angela Baby Angela Baby的身份是 W的保险箱 和十根柱子相连 当这十根柱子上 放置了五件真的文物 好人赢 坏人找出六件假的宝物 放在柱子上 坏人赢 所以逻辑上来讲 好人是要留真的宝物的 因为这个会破坏的 对 明白了吧 明白 那里面一共有多少件真的 第一轮 我们要鉴定的是 十七件宝物 里面有六件真的 十一件假的 接下来 你们将根据今天的排序 依次当选健保师 首先第一个要成为 健保师的人是 宝物 不同意的成员请举手 三 二 一 为什么 还要为什么 对啊 你总要有理由嘛 因为我怀疑他是坏人 所以不同意啊 你刚举手了吗 我举了 为什么 他说你的卡片上面是不是写着 你是被什么聘用的卧底 就是我们那个卡片上面没有这种内容 你懂吗 但是他直接能说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很不正常 我编了一段字 我问他是不是你看到的这个 只要他就开始踩我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不是 不是什么 你说他不是好人 不是好人 两票否决 投票没有过半 无效 宝贝当选健保师 现在请你从后五位成员当中 挑选一位你的健保助理 调哥 先请卑鄙投我们第一批的 十七样文物当中 挑选三件 万一我挑了三件都是假的怎么办 那你哪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 我 我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坏人才爱思考 八十十五 请健保师和健保助理进入房间 在我心里我觉得 诚哥的身份像是好人 我觉得选一个我心目中的好人 会比较有安全感一些 我从三个品类里面选了三样东西 分别是头饰 木盒和清空气 这三个品类里面的真的 获得几率会多一点 请健保师进入验证区 验证区 验证开始 本轮三件宝物的鉴定结果是 请健保师根据本轮验证结果 投胎一件宝物 κ,3 4 2 3 2 3 3 4 4 4 5 5 6 5 4